我们常听的一句提醒是 乘车请务必系好安全带 最近有位大爷就没记住这句温馨的提示 结果导致全身多处的骨折 当时一辆大巴车正行驶在颠簸的路面上 车内其他乘客们都坐得稳稳当当 只有最后面这一排坐着一位大爷 他被弹起来 整个人是腾空而起的 头都撞到客车的车顶了 然后他重重地落在了座位上 就这样一上一下一上一下 他被整整弹起了六次 这片刻之后他把车停下来了 车厢里的人才反应过来去救助这位老人 那么据了解 这位大爷被送往医院之后 确诊为全身的多处骨折 伤势是相当的严重 医生说这样的事故后果实在是可怕 如果是第一次被弹起之后 及时的采取措施 或许可以避免重伤 那么如果大爷是系了安全带的 结果也会不一样 真得再次嘱咐开车的和坐车的人 一定不要忽略这个细节 因为安全带把人和汽车结成了一个整体 能够避免乘客撞上玻璃窗 以及被抛出车外的危险 那么在这儿有些数据我得说一下 机动车驾乘人员没系安全带 发生事故的死亡率是系安全带的37.7倍 发生事故从车尾甩出的乘客75% 会因伤势过重身亡 在正面碰撞交通事故中 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以让死亡率减少57% 侧面碰撞时减少44% 翻车时可以减少80%的死亡率 这足以说明安全带就等于保命带 是防止和降低交通事故损害程度的一种切实有效的装置 坐车要系安全带 特别是大巴车这样的客运车辆 因为行程长而且路途颠簸 系安全带更是必须的 那么我特意去留意了一下 查了一下 其实早在2019年11月实行的 汽车客运站安全生产规范中 就硬性规定乘坐大巴车没有系安全带 不允许出车 这么看 这个司机也有疏忽 没及时提醒和检查 大爷是不是系上了安全带 就开车上路 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共同来创造出美好的交通环境